大家好,来给大家看一下我这边生菜的情况 这个是放在我家门前的两颗生菜 整体的说是三颗 感觉被风摧残得很 这个地方净好像就有点断了 被风摧残的 哎呀 看他们现在风吹的 叶子之前被晒了蔫了 现在好像是底下这个还有一点点 哎呦,我把它撕碎了,不好意思 哎呀,太抱歉 这上面的新叶子还是挺好的 但是这叶子非常非常红 待会我给大家看看我别的生菜 做个比较就知道 这个是一直处在阳光直射的状态下 之前它是最早是在室内的 之前它在室内的时候叶子非常非常的嫩 嫩的透明,没有一点颜色 现在出来之后这是紫红紫红的 最红的一组 嗯,这个应该是被风扯的 它的根都露出来了 把它再放回去 有的时候太阳太毒 就把它的叶子给晒蔫了 晒,瘪了 但是新的叶子应该会适应这些 比较严苛的环境 因为我们现在瑞典是一个极昼的阶段 它是非常非常强的光照 可能要一直强光照 要照到晚上七八点左右 晚上九点十点才开始有点蒙蒙黑 所以在外边它晒的时间非常非常长 好,这是这一组的情况 大家可以先记好现在他们的样子 我们去拍一下其他组的样子 大家就可以知道有什么具体的不一样 看看我在户外后院这边放来的成菜 这个就是叶子就比较绿一些 然后没有那么多紫 也没有被晒蔫 可能在中午的时候它可能会蔫一下 但是这是到晚上下午晚上的时候 它都比较坚挺 叶子有点受损 不知道这个叶子是因为什么原因受损的 总体来讲还是比较健康的 但是紫色稍少了一些 它也是阳光直射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紫色就没有前院那么多 大家看一下我室内的这个生态怎么样 室内这个是一个冷暖光同时有的 这个温度还是蛮高的 这个灯我感觉这下边温度太高了 这些叶子都有点卷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跟温度有关 看一下这个生态生长的情况怎么样 因为这个他们生长的容器 我是弄的这个边收的比较紧 所以他们生长的空间很有限 但是已经赶上来了 看这颜色多漂亮 比我后院的那个紫色多了许多 但是比前院那个被晒的已经不行的 那个全紫色的也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中间颜色比较好 他们虽然说在这个 在这个很小的空间里长 但是长得也蛮不错的 说明这个灯光是OK的 这不是专业的生长灯 这就是一个摄影灯 但是功率够的话它也是OK的 这个是一个半水培的 看看里边的这个结构 我手机看不到现在灯光太亮了 里边是用桃利做的半水培 它不是直接接触那个营养液的 这个是直接接触营养液的 这个都生长的挺不错的 看看这边 这个是只有冷光的 大家觉得冷光的怎么样呢 冷光的这个生长情况 好像是没有那边暖光的生长情况好 温度也蛮高的 但是我感觉可能还是没有那边好呀 我总感觉是那边的生长情况要好一点 再来看一下这边 哇 这是最漂亮的 所有的这些组当中最漂亮的就是它了 这个是那个专业的生长灯 这个是500块钱锐脸克朗 我买回来的生长灯 人家专业的这个灯就是漂亮 这是在所有的灯光对照组当中 长得最大 个头最大最漂亮 颜色最漂亮的一组 要紫的有紫的要绿的有绿的 多漂亮啊 这个我感觉已经可以采收了 因为最下边的这个叶子 已经有枯萎的了 这是最早的叶子应该已经枯萎了 看这边的情况 哇 看这底下这个根长的 这是最粗壮的 哇 我门外的那个就是一个小细杆 这个都已经这么粗壮了 这太厉害了 这光照都这么厉害 看真的多粗啊 光照好的话真的就不一样了 我们来看看这边的这个 把它打开 看看它的杆怎么样了 我之前没发现 那个底下的杆已经长得那么漂亮 看这个杆长得是什么情况 这个杆长得也蛮粗的 看这个也蛮粗的 没有下边的壮 但是它也比户外的那个要粗壮的多 所以生菜这个实验已经很明显的感觉到 生长灯这个条件室内生长 它是很稳定的 能够提供持续的光照 而且光照的效率也非常高 能够完全媲美太阳 我在后院的那些太阳直射的 都没有在灯光下边这个条件好 所以灯光真的是非常非常棒 这LED灯能够比得过太阳 真的能比得过 大家好啊 这是我新买的生长灯 哇 这个更专业了 这是一个很轻的LED面板 我可以用绳子给它吊起来 这样的话 我高度多少我都可以调节 根据绳子的长度 比如说现在是植物在小苗的时候 我可以离植物稍微近一点 等长高的时候 我可以把绳子往上系一点 让这个面板再调高一点 这很方便很方便 非常棒 因为刚才那个生长灯的实验 大家已经看到了 LED这个灯板非常非常棒 非常适合植物生长 所以给了我信心 我又花了巨资 买了好多这种LED灯板 在室内中 这比这个好啊 这是我的摄影灯 这个第一功率非常高 你像这个灯 我买的时候都2000块人民币了 这个灯才多少钱 待会我查一下价格 我忘了价格了 这个灯很便宜的 跟摄影灯比这个LED灯板 简直都不要钱似的 这个功率是大概25瓦 35瓦 最高功率据说是35瓦 因为这是一个摄影灯 它的功率非常非常高 它是我们摄影用的 这功率可能达到200瓦 100瓦200瓦这样 我不知道具体是多少 但是这功率相当相当大 但是它的效果 也只能达到人家 那个专业生长灯的一半左右 我觉得 所以这个摄影灯 虽然说可以用 你家里如果有可以用 但是费电不说 效果还不好 所以还不如真的是 买一些这种生长灯 这种生长灯 它的效率非常高 而且相对价格还是便宜的 这里头你看它是红蓝灯相间的 就给你红光也给蓝光 这样的话植物生长所需要的全部的能量都在里边的 我的手一来就有条纹了 看到没 我的手一进来就有这种干涉条纹了 不知道是为什么 我手拿开就没有了 我会把这个IOD灯板就给撤下来了 因为这个灯板它其实蛮耗电的 在我们欧洲这边 电费是非常非常大的成本 我会把这摄影灯的灯板给撤下来 我们就后边都全都换成这种生长灯了 还有一点是这种灯非常沉 你看我这个灯 它放在这个 它系在这个上面的这个塑料板上面 这个板都已经压变形了 这灯是非常沉的 但是这种IOD灯板是非常轻的 一个手轻轻就把它给摇动了 非常棒 但是这个有个问题 就是它放出来的是红外线紫外线 红外线倒没问题 但是紫外线对人体是不太好的 眼睛也会有刺激 所以说这种生长灯呢 不要放在人生活的区域 就是让它直接找一个单独的房间 给它种就可以 不要跟我们人生活的空间 重结在一起 现在我已经把它们全都设置好了 总共又新做了四个灯 现在开启了有三个灯 一个灯下边照顾这么多的植物 拍摄的时候看的颜色 跟我们日光灯白光灯的 那个状态下肯定不一样 因为它是红蓝光 只是为了植物生长而设置的灯光 可能对着灯光的时候 就有条纹出来了 好就是这样了 我的那个两个摄影灯 给它撤下去了 我全都换成这种专业的生长灯了 看看他们后来者能不能居上 这些长得比较慢的 跟这个之前长得特别快的 这个能不能赶上来 能不能追得上